所以这可能是我今年为止拍摄成本最高的一期节目 也是我最自动的一期节目 从话也别说 先来一段风景 先来吸转一下 它美到窒息的感觉 没计算的话 我应该是国内第一个赤道这台车的汽车媒体 而且国内赤破这台车 开过它的人也是非常的寥寥无几 华丽296GT3的赛车 这种台价值70万欧元的赛车 大家都知道GT3这个组别 在所有我们能国内玩到的赛车领域当中 也是一个非常顶级非常top 几乎是最高组别的存在 而法拉利的296 又是GT3这个组别当中 最最巅峰的一个产物 真的非常感谢和线赛车 能够给我们这样一个试车的机会 当然了 我们也付出了非常高昂的价格 租到它 参加价格 假设如果你一年在国内从4到6站比赛 那么一分你一票 法拉利载车的费用大概就要 这个 所以说一声道 以外也许是它机场很重 很色 但确实它每个人里面的一站都是在一站超级 而我们对我们不得感谢和线赛车 因为虽然我们付了钱了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信心手手的的话 和线赛车是不会把这样一站 是一层新鲜的火灰之间的 必须有一定很强的驾程链 你才能够驾驭它 而最大的费用 所以马上点个赞 我求你了 我给你机力 不含轮胎的价格 三万多人 我真的是人生当中 做到最贵的一次车 而且毕竟三万多这一天 一截是二十五分钟 并且我刚说 这还最高红轮胎 轮胎是两万多里头 所以咱们这一期的飞行人呗 我刚刚讲的真的很高 来吧 这句话不多说 宁波国境塞车场 让我们飞起来 聚冷 聚冷之后 第一个系统一样 是同 2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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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待会聊天 我们和谐的特地经理 下车的时候 我就在跟他聊说 这个车区别到底在哪 我说这个车怎么可以这么快 可能是因为它法律 包括它通知力学的问题 就它在转弯的时候 给你的这种信心 就是你随便吧 随便转 戴卫刚刚说是超能力 这真的是超能力 可以解决一切你知道吗 这超能力很高 可是你越给越它越稳 越给越越稳 我们这什么东西啊 好的呀 人家卖车了 换了296了 换不换 换不换吧老师 再问你换不换 换不换 你看咱俩一人秃一巴 我考虑考虑 没有 我看这个车都不用 其实我讲实话 我得总结一下 为什么 我们一定要去感受这种 我们就说 目前你国内摸到的 也就是它最贵的嘛 当然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 也就是 今天有时候不是说 瞎要去按摩钱 或者说不是算付货 讲实话我也没有租得钱 我也不能天天看着玩 我就是想了好久下个决心 然后租了一个这个东西 我说一定要感受一下拍个视频 因为当你接触过 更高纳维的东西的时候 你的感知能力会变得很强 知道了 原来车的极限还可以这么高 行了 这25分钟感受完了 这条单的最后肯定是心疼的 但是我觉得很直 我非常有直的一个景点 你看我这个插画 有这个小男孩 站在一个橱窗 橱窗上面 橱窗里面有发的 现在我也是那个小男孩 这里就是那个桃拉里 很难去形容 风不及风 四四个月 我们的立刻 很难去